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又回來啦 劍與遠征啟程的時間 由於今天是週五 相信有不少玩家 決定在今天加入遊戲 那微笑味重新跑了一下新手的流程 發現目前全部該領的獎勵領完 總計可以獲得70抽 供於大家刷手抽的機會 這部影片就來帶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另外微笑味開了一個LINE討論群 有需要加入的朋友 可以一同加入討論 那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GOGO 當各位創完角色 系統會自動在後台更新後續的內容 此時兩個內容跑完 總計就可以拿到400鑽石 此時我們就一路跟著劇情走 路邊有看到沒有怪物在防守的寶箱 就順手給他領下來 有怪物在防守那就算了 像前面這個轉角路口也有兩個寶箱 大家記得領下 那像是這種上方有狼在防守寶箱的 我們不要去打 太浪費時間 大家就一路推劇情 並且把該領的任務獎勵都領一領 大約花個三五分鐘推到聖石鎮 並且完成聖石鎮第一個任務裝備共鳴 就可以開啟郵件的系統 領到一堆獎勵了 此時點擊右下角的設定 把郵件獎勵全部領一領 總計可以獲得1300的鑽石 還有30張全英雄招募券 接著再點擊右下角的活動 會有一個活動介面 最後追蹤社群 也可以領到300鑽石 以及最左邊的啟程之禮 第一天領到10張的全英雄招募券 也記得領一下 最後一步驟 點擊設定 並且點到最右邊的服務 有個兌換碼 把畫面上的15張兌換碼全部輸入 可以領到一張的全英雄招募券 以及4000多的鑽石 以上全部完成後 我們手上的招募券加鑽石 總計可以抽70抽 第一開始的10連 所有的玩家都一定是瑟西亞 荊棘 那接下來的20連 大多數的玩家就只會招募到稀有的角色 如果運氣比較好 可能也會中到超稀有 不過那時候還沒有開心願 這時中的超稀有 完全是隨機的 再來的第30連抽 會從以下三隻隨機抽取一隻給大家 分別是商人羅萬 那再來是奶爸萌萌 以及最後的伊溫荷葉 這三隻都是不錯的 那最好的還是我們的奶爸 原因在於他比較稀有 在商店當中無法換取 另外兩隻之後的商店都可以換取 優先建議 有奶爸 就是一個不錯的開局 當30抽全部抽完 就會開啟心願的機制 大家一定要先記得設定心願 那微笑我直接放上懶人包 第一個是無課小課推薦 那第二套是中課以上玩家推薦 大家可以暫停參考一下 這邊就不多做說明 有需要的 可以參考右上角的資訊欄 也對於兩個心願單進行一個詳細的講解 最後是剩下的40抽 剛好配合他的規則 下40抽內 保證可以獲得一個超稀有的英雄 因此所有的玩家 肯定可以再獲得一個心願上的超稀有 那如果你們是想要刷首抽 或者是說運氣比較好的玩家 就要讓這40抽之內 出到兩隻超稀有 整體的開局會更為舒服 對家最歐的情況 就是剩下的40抽出了兩隻以上的超稀有 並且30連抽的三選一 是抽到奶爸 能夠做到這樣的開局 一開始前期玩起來 肯定是超級爽快 此時還想再燒光陽獸的朋友 就可以來到共生慶典 前往凝結時間之種 留完炎 也可以獲得三張的史詩招募券 那配合一開始任務送的一張 以及在商店當中 也能夠兌換一張 加起來就是五張了 可以來到史詩招募 把這五張全部抽完 第一開始的保底是10抽 就可以必定獲得自選的心願 心願大家可以參考微笑的 或自行更改 那運氣夠好的玩家 有可能在這五抽 連續出兩隻超稀有的角色 像微笑我之前在玩國際服 就真的連續兩次單抽喔 接著出兩張超稀有 真的是爽到不行 那麼以上就是鑑於遠征啟程 開局速刷首抽的流程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在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